HELLO 大家好,我是CINDY 今天這個影片是我12月買的戰利品的GET READY WITH ME 就是說說看我對他們的感想 然後呢,因為我現在錄影的同時是我家客廳有一些客人的部分 如果你們聽到他們突然這樣啊哈哈哈之類的 就是拜託你們不要太介意就是 我我我我也沒有辦法 我真的不知道他們今天會來DKDK 因為他們等一下可能會唱歌 他們一唱歌我就沒有辦法錄影 所以我現在要趕快錄 Anyway我今天就是會用一些Fenty Beauty的粉底液啊 次文化眼影盤啊跟一些我在Gmarket買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就繼續看下去吧 廢話不多說 第一個東西我要來用的是這個 Fenty Beauty的primer 我相信應該很多人都知道他們家的東西用起來是如何 所以我就想說我也懶得再跟大家做一樣的first impression 我覺得有點boring 所以就直接錄一個GET READY WITH ME這樣子 啊,就想的東西很多啊,怎麼會這樣 然後呢,這個其實我已經用過了 它聞起來呢,非常的好聞 而且呢 喔,這是一個很高級的味道 不會那種很 一烈的化學味 然後呢,它雖然寫說 Soft Matte 就是感覺是個控油的妝前乳 但是我身為一個混合乾肌 乾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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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 不會覺得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 地方看還蠻神奇的 它沒有任何的敲色功能 完全沒有 就是 沒有 我覺得我應該跟大家update一下我的膚質狀況 就是呢,我之前是九招嘛 我現在還是有九招 就是 因為我剛剛上那個勢底爐的時候 不是,我就是妝前爐的時候 你們剛才也發現 就是 我只要一這樣大力推我的臉 我的臉就會馬上紅起來 現在是已經小了 可是反正就是我 九招還是有 但是很輕微 就除非用到不對的產品 它才會很嚴重的發作 然後臉部泛紅 然後我的鼻子呢 就是 這一塊 這一塊三角區 容易出油 僅限於這個塊 因為我每次用底妝回到家 就是都是這一塊出油最多 其他地方 兩家的這個地方嘛 非常乾 完全就是沙哈拉沙漠 駱駝在上面走 很乾 就是有時候如果底妝太乾 回到家就是 這邊會敷粉 就 對 然後其他地方就是還好 而且額頭不太出油 下巴也不太出油 所以只有這一塊出油 然後這邊很乾 非常乾 算是一個 非常複雜的膚質 就是我人生已經夠複雜了 我的皮膚有必要 一起複雜嗎 接下來我要校正我的黑眼圈 但是我沒有買什麼 校色新的產品 所以我還是一樣用這個 Maybelline的 Fit Me 20 這個 你知道 很橘很橘的顏色 先來大概的遮一下我的黑眼圈 然後用一個沾濕的Beauty Blender 開開 開開 接著呢 就輪到這個 也是主角之一的 Fenty Beauty的 本底液 出場 這個呢 我的色號是 E30 我之前那個 Sephora後的那個 啊 誰啦 Sephora後的那個 影片呢 就有講過 它的質地是非常流動性的 然後它非常的 非常的容易乾 所以呢 我通常就是會先 處理 一塊面積 就是我不會全部 都點在臉上 然後才 用Beauty Blender拍開 我會直接就是 分屈上 然後 你可以看到這樣薄薄一層呢 其實它的遮瑕度 非常的好 它真的是一個 遮瑕度很高的粉底液 非常的清透 就是它遮瑕度雖然高 但是 不會有那種 厚重感 我覺得跟它的那個 流質的質地 應該有點關係 而且通常遮瑕度比較高的 那個粉底液啊 就比較厚重 然後 像我這邊就是 不要管的地方就都會 浮粉 我剛剛講浮粉 浮粉 但這個Long 沒有 所以我覺得 還不錯 反正簡單上完一層呢 可以看到我就是 這邊的臉 很明顯 就是膚色自然的被 均勻了 然後這一塊就是 有點泛紅 然後呢 它一上完就是一個 非常 霧面的質感 很霧 非常霧 因為我這個 真的很怕它乾掉 所以我現在要來趕快上 另外一邊點 那它這款粉底液呢 它的遮瑕度 是完全 是Beautable 就是 如果你覺得一層不夠啊 你想要再遮一些地方的話 完全是可以再上第二層的 因為它就是做得非常輕薄 那我這個E30呢 你現在看 我上 好像會有一點 比我的手白 可是這個粉底液就是 有一個 缺 致命的缺點 你算是致命的缺點嗎 就是它 氧化的 非常 非常 遠 狀 所以你現在看到我這個臉 你可能等一下 看到我的臉 就是比較 符合我 膚色的 顏色了 因為你看在我手上 它滿黃的 所以我會建議你 就是 你要挑色號的時候啊 你可以考慮 去挑比自己的膚色再 再 亮一個色階 挑很契合自己的膚色的時候 它 等它氧化了 你的臉就會很暗 非常暗 我現在就是一些 剩餘的 粉底 去遮我想要加強遮瑕的地方 你可以發現 我剛剛說那個 遮瑕度可以被疊擦濕 嗯 偏真完全 我覺得這種遮瑕度比較高 流動性比較高的粉底 我不會想要用刷子去上 但它用美妝蛋上就是非常快速 我剛剛其實就是按得很快 它就 它就 它就很服貼的 在我的臉上 好無壓力 完全沒有什麼 黑氣啊 然後也沒有覺得 很難 很難 去推開啊 塗雲啊 什麼的 就都沒有 我覺得真的很讚 拉近給你們看一下 可以看到 它是 比較霧面的妝效 然後 完全沒有任何 浮粉的感覺 然後遮瑕度 非常的好 我自己呢 是還蠻喜歡這款粉底液的 因為我就是 後來大概已經有 用過兩 兩 兩三次 表現都還蠻好 就是我出門 回到家之後 它完全不會有任何的 你知道 出油 然後溶解 什麼完全不會 它就是很 stick to your skin 就是它很緊密的貼著你的皮膚 然後它現在已經慢慢在 暗沉了 大家有發現嗎 已經慢慢變黃 然後當然用這款粉底呢 我就是不會 在 定妝 我怕它在定妝會有點太乾 對 但是呢 因為眼皮這個 這個東西呢 是需要一點定妝 才會比較好 讓你後續的眼影就是暈染 所以我現在要用這個 Maybelline的 FITME的 這個 Smooth Powder 然後稍微的 抹在我的 眼皮上面 這樣子呢 就是眼皮定妝之後的眼影 比較好暈染 而且 如果你像我 就是有過敏性 黑眼圈的話 上眼皮 通常會比較暗沉 然後用這個 這個粉餅啊 它也會 比較提亮你的 眼皮的顏色 好 我今天沒有長什麼 ADO 也沒有什麼疹子 所以我覺得底妝 嗯 差不多這樣子就可以了 我現在就要來畫眉毛 然後等一下要畫眼妝 OK 各位 就是在這個 影片繼續下去之前 要跟你們說一件不幸的消息 就是 外面開始在唱歌了 Oh my gosh 對 所以呢我就 嗯 我別了一個mine 我不知道 是這樣子 會不會 就是比較好一點 因為你知道 我就是想說 我先來畫一隻眼睛 然後來示範另外一隻眼睛 再錄影 就殊不知 當我畫完這隻眼睛 他們就開始 聲音 yeah 所以 我覺得你們還是會聽得到 就是錄音的這個部分 但是 大家就 大家就忽略吧 我會經歷 我不知道後期 可不可以把它壓掉 大家 I'm so sorry 那我還是想要分享給大家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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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 嗯 第一步呢 我要用這個 這個刺文化眼盤 這邊叫什麼 Done 這個顏色 先做一個 眼皮大範圍的大底 然後啊 這一盤呢 這一盤 眼影盤 我可以跟你們說 它真的是 粉很 非 但是這個 我覺得 好像是 這個系列的 眼影盤 都是如此 因為我用文藝復興的時候 也覺得 非常的 肥 所以 IDK 如果你很建議 肥粉的話 就 我不建議你買這個 啊 我的腦 臭 不要 這個大範圍的 打底完之後 我們拿這個 New Wave 來做一個 Transition 這算 這算 眼窩色 crease color 然後 因為它非常會 飛粉 所以你 沾的時候啊 你一定要把那個 多餘的粉 抖掉 不然 它直接上在你的眼睛 其實會非常的 非常的顯色 然後你可能會 一時之間 暈不開 對於新手來講 可能是 蠻tricky的 就是 需要多一點 精力去 暈染 所以 其實 所有的顏色啊 你只要暈個一兩次 就會是 非常飽和的顏色 像 一些眼影 它可能要一直 反覆重覆的 上色 才會是你最想要的 那個顏色 但是這個就是 你可能暈一次 它就是 就是那個顏色 但這個算優點 也算缺點啦 就是如果你一次下手太重的話 它就會GG 暈這種眼影最重要的是 你隨時一定要準備一個 乾淨的 鬆刷在 在你的手上 就是 每一次都要確保 暈開 再來用這個Fudge 加深眼窩 除了敲敲之外 我會就是 在手上稍微 再 壓兩下 再開始上色 因為你看就像我這樣悄悄加 拍在手上 一上去還是非常的 顯色 OK現在外面的聲音就是 停止了 我覺得非常的欣慰 那我剛剛錄的那些唱歌的聲音 到底是 For what For what 然後呢 再用上一個顏色的鬆刷 把它暈開 這個顏色呢 範圍要在你睜開眼睛還是看得到它 所以 我會想要再加深一點 然後 魚粉稍微帶到 前面 這裡 然後一樣就是 Keep Blending啦 跟你講話這種眼影 真的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重點 就是選好顏色之後 選好你覺得 搭在一起會和諧的顏色之後 就是 Keep Keep Blending Keep Keep Blending 然後你可以隨時看 這個Blending出來的樣子 是不是你要的眼型 然後 如果不是你可以再加深 然後乾淨的小刷刷 嗯 一次 接下來就是用一個 最深的顏色 Rowdy 應該是這樣膩吧 上在 最 最 最小的這個 雙眼皮折內 就是 差不多 眼 折 內 然後可以稍微 就是 出去一點 我今天想要一個比較 長眼的 look Blending是很重要的 各位 差不多到這個程度 然後呢 我會用 All Star 這樣在 眼部 就眼球的 上方 上完之後呢 用手指沾取這個 顏色 顏色 壓在眼睛的前三分之一 壓在眼睛的前三分之一 然後用剛剛那個 上 All Star的那個顏色 的刷子 把這個 中間 暈開 OK 再來就是進行到下眼影的部分 下眼影一樣用那個 Rowdy 去連結上下眼影的部分 然後用剛剛那個 Fudge的那個眼影刷 上面會有一些 殘 殘留的 魚粉 把它暈開 然後 如果你覺得有些地方 譬如說像這樣子 太超出來了 你就可以用 用粉底的那個 Beauty Blender 把它輕輕的抹掉 登登 最後的最後 用這個偏光的 Cube 上在眼頭跟 下眼影前 二分之一的地方 這個顏色有一點 霜狀的質感 算是這一盤裡面 最酷的 最酷的質地吧 打開 要開 然後兩隻眼睛看一下 對稱的部分 對稱的部分 要對稱 然後 把一些 覺得不對勁的地方 暈開 暈開 好啦 那麼眼妝就完成了 是不是非常簡單 沒有想到 次文化也可以有 這種 日常大地的 smoky eye吧 然後呢 現在我需要來 呃 畫我的 現在我需要來畫我的 內 呃我的眼線 跟我的睫毛 這個就是 眼妝 都完成的 樣子 眼妝完成之後呢 我要來修容 修容 我新買這個 SweetSweet的 這個 01修容盤 我之前呢 就是 一直聽說這個很好用 但是我都沒有實際上買來用過 然後後來有一天去逛TOMOS 我就想說 啊 可以買回家看看 就也沒打折 我也不知道有什麼私信 我就買了一個腮紅 一個修容 一個打亮 然後這三樣東西我都覺得 很好用 但是呢 這個修容呢 它的確定就是 它真的是 沒有 那麼的 顯 色 就是 換言之是一個 很 自然的修容 就假如你喜歡 日常 自然妝感的話 這個應該會 蠻好的 而且它的粉質 我覺得很細緻 就是不像 不像 開架 彩妝 的質感 它的質感 非常的好 我那時候摸到這個粉質 就覺得 大家會推薦 不是 沒有原因的 但是 鼻影呢 我要用 KA的修容 因為那個真的不夠力 我這個KA的修容啊 就是有一點 雖然已經擁有它了 但是還是有點捨不得用 有一種 省著用的感覺 就絕大部分 日常的時候 我可能還是會用 L'Oreal那一塊 但是真的不得不說 用它修出來的鼻影呢 超自然 檔案 我每次 get ready with me 都要講一個人笑話 因為呢 畫完之後發現 今天的眼妝真的是 比較重 比較重 我也沒有想到 I didn't see that coming 所以鼻影也要稍微的 歐一下 一點苦工 沾到鼻涕 臉的部分呢 也稍微 稍微 再用 K這個 加強 一下 一下就好 一下 我不是很偏好 那個 怎麼講 顴骨修容的這個部分 因為我本身呢 我覺得這個修容啊 我跟你講 我真的 我有長篇大論要說了 你不能因為看網路上的人 這樣修 你就也跟著他們那樣修 因為我一開始會犯這種低級失誤 就是我很想要有這個 這個 cheak bone的線條 就是 你看我的臉會發現 我最大的問題根本就不是在 顴骨下方 因為 我根本沒有 顴骨 顴骨 沒有顴骨是臉凹 是不是 我根本沒有 很harsh的 顴骨的那種 骨頭很分明的 因為我的臉是肉的 因為我的臉是肉的 就是我的臉是比較 浮氣的臉 所以其實我 重點 修容是要放在這一塊 就是 因為我笑起來這邊會 很腫 你看笑起來就趕快 趕快 趕快修 我這邊會很腫 所以你要看你的臉是哪裡 比較 需要修容去修 因為如果我突然修整兩條 它真的是會兩條線來呢 就很不自然 所以 我後來就是都 修 笑肌下方這一塊 就是有點 肉肉的這邊 腮紅呢 就是我剛剛說的那個 Sweet Sweets那一個 我跟你講 裡面這個刷子啊 真的是 軟 我不知道開架的刷子 可以有這種 這種 等級 然後這個顏色是 06信濤 就是 斜刷在 斜刷 很棒 這個顏色 真的 開架怎麼會有這種 顏色啊 這種顏色 這種 有一點 有一點 棕色調 然後又有一點 橘 又有一點 蜜桃 這個顏色 調出這個顏色的人 真的太厲害了 有沒有 很美 這顏色很美 打亮 我也是用新的這個 前幾天收到G-Market 這個是 Mamonte的 Cream Multicolor Balm 就是我很熱衷於 買這種 棒棒 不是 買這種 修容棒 或者是打亮棒 然後我跟你講 這個 很美 我試在手上給你們看 它的 它的亮粉 非常 細緻 它不是那種 你用了會覺得 臉上 反的亮片很大顆的那種 膏狀打亮 這個真的超讚的 所以呢 我要直接 打在 顴骨 整個蘋果肌 我這樣輕拍 你就可以看到它 它的光澤 我現在只是 這不會是我最後的結果 大家不要緊張 等一下還會用刷子推開 然後這種高狀的打亮 就是要用這種 鬆鬆的刷子去推開 有沒有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這個光 Oh my god 真的是 啊 積美耶 而且我覺得它沒有很貴 有吧 有積美吧 你看這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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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嘴巴這邊喝一下 擦 嘴椎呢 今天要用這個是 我在Instagram上面有做全試色的 什麼搖滾布朗 嗯 超酷for school的這個唇膏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按thumbs up 然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禮拜天 都會有新的影片 好 我跟大家說拜拜 拜拜 拜拜